中国拥有着六大护国神器 将不再惧怕任何强敌 谁敢随便招惹 从战争时期到现在 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 在武器领域一直处于独占凹头的地位 以至于一些国家对它卑躬屈膝 不敢招惹 但是随着中国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 沉水的狮子悄然觉醒 在一些常规武器领域 已然追赶上美国 在一些非常规科技武器领域 甚至已领先于世界 今天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我国的六款护国神器 看看它们的强大 看看它们的威慑力 知晓军事武器领略大国风采 欢迎收看本次讲解 中国作为各领域的后起之秀 在技术研究上是不敢懈怠的 各科技人员辛苦研究 使得我国后来者居上 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技术 各大护国神器 助力在我国 有着泛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之为 带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 第一款武器 东风41洲际战略导弹 说到这个武器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这可是我国的王牌武器 由东风31发展改进而来 导弹弹长16.5米 弹径2.78米 整体重量达到60余吨 以射程远 生存能力强 突防能力出众 特种轮式发射车 搭载机动作战四个特点 闻名于世界 导弹采用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14000公里左右 打击精度为100米 首先 我们先来讲讲 射程远这一特点 东风41洲际战略导弹 射程14000公里 其速度 更是达到了26马赫 这个速度 意味着 它可以在17分钟 到达英国伦敦 22分钟 到达华盛顿 也就是说 30分钟内 可以打击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可对任何一个国家 进行致命的核打击 除了射程远 它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 东风41 可以携带 10个10万吨级的核弹头 每一个核弹头爆炸威力 都相当于广岛原子弹 爆炸威力的23倍 采用多弹头独立载区技术 实现了多弹头 自适应变轨 每个分弹头 都有独立的飞行弹道 可以调整轨迹 攻击不同的目标 也可以集中攻击一个目标 最后一节助推器 还可以释放诱尔 来掩护弹头的突破 即使是美国的萨德系统 想要拦截这种灵活机动的弹头 成功率也是很低的 说到拦截这俩字 估计有些网友就要问了 那东风41是洲际导弹 那发射出去的路途中 不会被别的国家进行拦截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 东风41只会在途经国家的空中 留下一条长长的抛物线 甚至连它们的雷达都检测不到 况且东风41的发射后的高度 已属于公共区域 你拦我 那不等于挑衅我国吗 退一万步说 你雷达检测出来了 你拦一个试试 敢硬拦东风41的还没出声呢 再说个不好听的话 即便是能拦截下来 你也只能在发射点和落地点进行拦截 先不说你能不能赶得上东风41的速度 我们又没对你发射导弹 你闲着没事去拦截导弹干嘛 不过要是哪个国家想尝尝东风41的铁拳 那大可放手一搏 拦截一下试试 不过像东风41这样的洲际核武器 一般不会轻易发射 这种级别的核武器一旦发射 那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启 世界也将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 所以东风41也只是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是我国一张强力的保护盾 第二款武器 电磁轨道炮 看到这个武器名字 想必大家都会想到 变形金刚二里 电磁炮毁灭大楼的壮观场景吧 这款充满科幻色彩的武器 就真切地被我国制造出来了 电磁炮 有名非常规高能电磁轨道炮 是一种远程多任务的武器 利用电磁发射技术 制成了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其最早的设计原理 是用两根导体制成轨道 中间放置炮弹 使电流可以通过三者建立回路 将此装置放入磁场中 给炮弹通电 炮弹就能快速向前飞出 主要组成部分为能源 加速器 开关三部分 采用可储存10到100兆加二能力的装置 相对于传统火药推进的大炮而言 电磁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 电磁场产生的安慰力 来对金属炮弹进行加速 使其达到打击目标所需的动能 大大提高了弹丸的速度跟射程 在18年初的时候 我国0722型两栖舰海洋山号 携载电磁炮进行了测试 据测试画面看出 该炮长33.5米 蓄力发射后 以7倍音速 大约每秒2000米的速度 击穿了200公里外 12层钢板厚的标靶 足以见得它强大的威力和惊人的速度 电磁炮发射后 不会产生烟雾和冲击波 具有极强的隐蔽能力 也大大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存活率 再加上其超远的射程 在战争中 可将它部署到主战场之外 可对敌人进行初期不易的致命打击 电磁炮所需要的能源是电能 所以在发射成本上 会比传统火炮节省 传统火炮发射所需能量 每兆焦是10美元 而电磁炮所需能源 每兆焦是0.1美元 在造价成本上面 电磁炮还是有明显优势的 相对于传统火炮而言 电磁炮的威力会大的很多 电磁炮可以让炮弹产生 每秒2000米的初速度 面对高速度的炮弹 敌方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就更别说拦截了 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炮弹的命中率 经过动能蓄力发射出去的炮弹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并携带几千度的高温 可以对敌方造成大范围的杀伤力 对于这么厉害的非常规科技 美国也必定会进行研究 甚至起步还比我国早得多 在201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电磁炮上键的测试 但是由于美国急于提高电磁炮发射效率 从而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还有着巨额的开销 最终导致美国公布 暂时封存研究成果 将电磁炮作为技术储备 说白了就是我不搞了 我搞不动了 而我国一向追求稳步发展 在电磁炮的电能储备上 采用了强迫储能装置 能保证电磁炮在发射45秒后可以再次发射 成功避开了高速射 这个让美国头疼的问题 使得我国电磁炮技术得以继续发展 最终实现对美反超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电磁炮的国家 领先世界数十年 如果以后电磁炮可以装备到各类型的军事武器上 那我国的军事实力将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第三款武器 PH-034型火箭炮 这个武器大家想必有些许的陌生 它是21世纪初起 中国发展的新一代多管火箭炮 2004年服役于中国解放军 其典型外形特征是采用八成八月野底盘 十二根发射管分上中下三排布局 是引进消化俄军集团军战役炮兵群的 9K58龙卷风式火箭筒的设计产物 自身重21吨 可载重22吨 可采用液压起重机 为发射车提供机械化装弹 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推进 最大射程高达150公里 可以携带12发火箭弹 其火箭弹的类型为 BRC-3 BR-12 和BRC-4 BRC-3配备有极数战斗部 内含623枚子弹药 射程为20到79千米 BRC-4战斗部 内含414枚子弹药 射程为60到130千米 BR-12 使用190千克的高爆碎片战斗部 射程为60到130千米 大口径火箭弹使用方式 为一个火箭炮营骑射攻击 说白了 就是我上百发火箭弹 就对着你一个目标 进行覆盖式攻击 你看你能不能受得了 一轮攻击下来 你一个小城市就没了 据报道 在解放军西部战区陆军某部 先前进行的 远程火箭炮实弹射击训练 八门12管的300毫米火箭炮 10分钟就完成阵地架构 成功实施火箭炮骑射 直接命中100公里外 直径为30米的目标 分析指出 该炮就是解放军陆军现役的 PHL-30式300毫米火箭炮 可以从报道画面中看出 该火箭炮的阵地架设 和转移速度都非常快 其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已接近一般导弹 威力十分强悍 PHL-03式300毫米火箭炮 秉承着射程远 精度高 威力大的特点 大大提高了 我国陆军炮兵的火力支援能力 和精确打击能力 对我国军事力量的提升 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款武器 东风时期 它是一款高超音速中程导弹 具有全天候无依托 强突防的特点 于2019年首次亮相 是建国以来 我国第一次在导弹领域超过了美国 它也是世界仅有的一款 高超音速中程巡航导弹 其突防速度完全可以超过20马赫 使得根本无法进行拦截 利用著名的前学森弹道 在上升后不进入宇宙 而是直接在大气层顶部进行滑行 试问你拿什么对我进行拦截 即便是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也没用 一旦发生冲突 我国完全可以用东风时期 摧毁美国的萨德第一导链的反导基地 其装备的承拨弹头 让它速度变得极快 飞行速度达到8至10马赫 在它弹头的侧边装有矢量喷管 可随时进行横向机动 拥有末端机动变轨能力 使它在突防时的轨迹 会让敌人的雷达无法捕捉 增大了敌方的拦截速度 现阶段的东风时期 最大射程为2500公里 其载具是由东风15改进而来 如果换成洲际弹道导弹 就足以打遍全球 如果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其射程就可以增加5倍左右 可直击美国本土 东风时期 所使用的承波体高超声速滑翔弹头技术 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研究不出来 就更别说其他国家了 至于以后能不能研究出来这种技术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只能说难度极大 第五款武器 激光武器 紫光A 这款武器跟电磁炮一样 都是带有科幻色彩的武器 激光武器 更是各大游戏里都极为厉害的一种 那到底什么是激光武器呢 请您接着往下看 激光武器是一种定向能武器 利用强大的定向发射的激光束 所携带的巨大能量 摧毁目标的高技术新概念武器 具有速度快 精确高 拦截距离远 火力迅速转移 不受外界电磁波干扰 可持续战斗等优点 它可以用光速飞行 每秒30万公里 高于任何武器的速度 覆盖的射程 更是达到了3万公里 一旦瞄准目标 可以瞬间击住目标 此外 它还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上 集中超过核武器100万倍的能量 可随意改变轨道 没有任何反射污染 像美国现役的主力核潜艇 俄亥俄级核潜艇 这种核潜艇 隐蔽性高 攻击性极强 可谓是世界顶尖的核潜艇了 如果拿美国现役的18艘 俄亥俄级核潜艇 跟我国死光A碰一碰 那这18艘顶尖核潜艇的结局 只有全部覆灭的下场 而且毁灭方式 不是像传统武器那样 大规模的爆炸 连渣都不剩 这种武器的威力 已属于毁灭级别的了 它不仅能在陆地发射 也可在空中或太空架射 对比其他国家 在激光领域 还是属于婴儿学车的阶段 而中国 已是一个奔跑的少年 现我国激光武器 已经可以装载到舰艇 或陆地武器上了 已逐步实现 在激光武器领域 独占凹头的局势 全球任何一个军事目标 都将在我国的打击范围内 是除我国核武器之外 又一大利器 第六款武器 歼20 是我国2011年推出的 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重型战斗机 是一种单座 双发 双锤尾 带边条压式气动布局的 隐形战斗机 飞机进气到前部 设有压翼 与主翼处于同一水平 可提高涡流位置 以保证涡流 能从主翼的翼面掠过 采用前后金翼 全动尾翼等的 综合气动布局 提高飞控能力 采用涡升力技术 利用边条翼和压翼 在主翼前产生强大的涡流 大大提升了机动性能 和主翼升力 采用加密数据链信息系统 可以在多架歼20中 共享情报信息 大大提升了 每架飞机的感知范围 达到先敌发现的能力 还可担任护航机 对敌人的战斗机 巡逻机 预警机等资产 进行打击破坏 在敌军空中防御 打开缺口 主要是用于接替歼10 歼11德国四代机 担任我国对空机和海机的 主权维护任务 从以上六款护国神器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崛起 中国的发展 也将继续快速前行 相比于超级大国美国 我国还是有些差距的 但只是有差距 而不是落后 况且在新兴科技领域 我国已远远超过美国 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 在新概念领域 已经出现激光炮 和电磁轨道炮等科幻武器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更加高级 更加科幻的纳米武器 就要出现在这个时代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